在Cuban與Niko按下交易鈕 攻迎Irvin到來前 達拉斯的戰績是29勝26敗 與太陽並列西區第五 在Irvin到來後 先是獨挑大樑丹河帶隊 帶領達拉斯打贏快艇與國王 拿下二連勝 但接踵而來的 是一波7勝18敗 雙明星先發同時上場時 僅有5勝11敗 在最後兩場選擇放掉唐選秀籤後 本賽季的戰績最終以38勝44敗作收 去年踏上習慣地板的達拉斯獨行俠 今年排在西區第11 連附加賽都沒資格打 今天JB跟你一起看籃球 就跟大家一起來看看 達拉斯從上到下 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一個工房回合的失誤可能可以怪罪於某個球員 一場比賽的失利 可能也可以怪罪於某個戰術失誤 但一整季的失敗 我想管理層 教練團與球員們統統都有責任 那我們回顧管理思維 教練戰術與球員特性 來探討為何本賽季的結局是一個充滿遺憾的句號 但在這之前要再次來推薦Rush Royale這款手遊 現在一樣點擊我的下載連結下載遊戲 獎金江泰一天內送達 在認真玩了一陣子的Rush Royale後發現 他不只單純擁有塔防遊戲消滅敵人的爽度 還結合了紙牌遊戲的特性 每張卡片就像每個球員一樣特性不同 有防守組 攻擊組 還有補擊組 唯有組合出能夠互相遮蔽彼此缺陷的千八五人 才能得到最大的攻擊成效 接著再挑選適合的英雄角色 用他的特殊英雄能力來給予你的陣容最強加成 最後在短短2分鐘的實戰中 考驗你臨場應變能力 多重元素所組建出的特色手遊 短短的回合制 也不會再用你太多時間 工作或課業繁忙之餘 利用空檔轉換心情 Rush Royale絕對是一款很棒的選擇 先在使用說明欄中的連結或掃描畫面上的QR Code 免費下載Rush Royale 即可獲得特殊的大師寶箱獎勵 其中包含金幣、卡組與魔法塵埃 可以兌換傳奇卡 如果你使用的是IOS系統 請千萬不要忘記在首次啟動遊戲時 允許APP Tracking以獲取寶箱 快點獎勵有限千萬別錯過了 那回到本賽季故事的開端 在去年習慣地板被打爆的遊戲曲與籃板部分 Niko沒有花太多時間就找來了Meggy與Christian Wood 就是針對球隊的痛點做修補 而且成本代價都不算太高 雖然沒人保住自家養成的Jerian Bronson 但針對Luca Dantich所打造出的絕對單核心陣容 是在薪資合約的限制、球員配置與戰術系統下 Niko 盡可能可以繳出的即可成績單了 這樣不同於現代流行的雙星甚至三星陣容 真的無法期待能在炮火猛力的C區走多遠 但卻是能把Luca Dantich的優勢發揮到頂天的絕佳陣容 配合兩隻優異的擋拆五號位 可以做好跟進吃餅的掩護角色 兩隻擋拆後可以pop out 到三分線的延伸四號位 Christian Wood與Kriba 兩隻具有投射三分能力的長輪 在數據與畫面上 他們理應都是持球大和Luca身旁最佳的綠葉 然後配上兩隻優質3D與一隻瘋狂射手 在三分線外圍站好站滿拉開空間 Luca可以利用這些空間 拔回自己的錯位擔打能力 比自己矮的就扛進去 比自己慢的就用節奏吃掉 再配上持球無球切換自如的頂級綠葉 Spencer定位底 讓達拉斯的進攻可以維持一定的水平 看看這些比賽畫面 Luca就是被這些綠葉所觸擁的紅花 球隊陣中唯一的超級持球核心 Luca當取取就是藉由這些綠葉的保護 刷出了足以挑戰MEP的超級數據 只要你敢內縮保護油漆區 或者是包夾逼破Luca分球 這些射手就是有機會把Luca的分球變成助攻 用無情的炮火轟炸來回應主將的吸引力 但前提是要投得進 這也就是為何網路上會出現Luca的迷因圖 達拉斯開技的戰績不穩定 最大的原因就是射手的穩定性不佳 確實將定點站位的投射 並沒有流動走位後的投射更好抓節奏 但3D射手的任務就是不管在什麼情境下 都要把球投進籃框保護主將的攻擊空間 而這票射手群的表現不佳也讓Niko說出了這句話 投得進就會贏 看似一句幹話 但也確實是這套陣容與戰術的命脈 這種絕對單核的陣容 紅花必須有足夠等級的利液來掩護 當射手投不進 就算KID的賽前佈置多完整也沒有用 比賽就會變成一場精彩的打擊越後吞白首場 是的 不管KID本賽季被罵得多慘 你還是不可否認他是有認真做功課的 針對對手的賽前佈置與戰術設定都很棒 可惜的是在助教EGO-KE-KASKA離去後 本賽季的臨場應變能力真的是差到不行 當射手卡彈 KID並沒有別的變通方式 就是讓路卡無限單打單打再單打 幾乎沒有第二套戰術或陣容可以應對 而且陣容上的缺陷也限制了KID的戰術選擇 因為當你要求其他利液下求攻擊藍框時 大部分都是悲劇收藏 也因為以上諸多的限制 讓達拉斯很多比賽都是開高走低 開局領先後慢慢被追進 然後拉鋸接著輸球收藏 尤其是季中 當聽哈德威Jr與Block準度漸漸回穩後 達拉斯是可以大量把比賽打進最後的關鍵時刻 也就是所謂兩顆球差距的Clutch Time 但很可惜的 零人人的戰績數字告訴我們 這些有機會贏下來的比賽 達拉斯大多是戰敗的一方 以下的畫面可以告訴你數字背後的根本原因 就是After Time Out的戰術頻發 Kid的關鍵絕殺戰術 通通只有一種 不管是平手落後1分、2分、3分 秒數勝多少 不管情境怎麼變化 他畫出來的戰術都大同小異 就是讓Luca接受掩護後出來外圍接球 讓Luca自行想辦法投進3分彈 如果秒數夠多對方包夾後 Luca被迫分球 其他球員也有很高的機會失誤收藏 一次又一次這種充滿遺憾且死法雷同的訴求方式 漸漸的讓球員的情緒難以掩飾 也讓球員的不滿持續累積 當下唯一可以拿來縮嘴的 就是戰績至少還維持在西區的前段班 那為何達拉斯還可以維持前段班的戰績呢? 就是Kid用了一套防守觀念 來保護Luca的防守缺陷 看看這波防守 這就是達拉斯整賽季用的防守戰術 Luca大部分都在低位 對位低角射手 最省體力的位置 接著大量的換防 輪轉與斜防 做好防守的對位 讓對手沒有任何大空檔的出手機會 然後Luca只要撿子彈就好 再看看這幾波防守 達拉斯其他四個人防得要死 最遠端的Gurin要內縮斜防 拼他對Junior與Bollack 要大量的X-Out去還原 接著Luca再次輕鬆撿到子彈 那設定Luca在低位的位置 除了讓他節省體力 順便撿子彈外 最大的因素 就是因為他本賽季的防守 就是一場災難 不管是誰 都可以一步過掉他 後面的人需要大量的幫他擦屁股 所以Kid用這套大量輪轉的防守系統 保護Luca甚至可以說是 保護所有達拉斯球員的防守缺陷 這讓這批單防填補平庸的球員 卻能限制對手的唯一防守策略 攤開這票球員陣容 單防能力普通 但聽他對Junior或定位底 都還有6.5的高度 而且身體都有一定的厚度 可以去做碰撞對抗 外加輪轉防守觀念極佳 可內可外 還可以指揮防守陣型的Doreal Fenysmith 大量在防守端補漏洞 完美的填補達拉斯的防守缺陷 雖然遇到打轉換攻擊 或者是單兵武器時 這套防守策略就會完全瓦解 但至少當比賽節奏進入半場攻防時 這套防守系統是奏效的 而且這樣的防守系統 Luca就可以在防守期間狂生補個血 把體力條通通用在進攻端 雖然很可惜的Question Wood 在開季無法融入團隊防守 而好不容易融入後 又受到傷病問題 導致上場時間相當零碎 Maggie更是可惜 因為開季跟Luca的水土不符 季中後幾乎被放到冷凍庫藏起來 也讓季前看似對陣下腰的補強 完全起不了作用 上述所提到的幾點 就是交易前的達拉斯所面臨的困境 雖然內容不是很滿意 但在西區混亂的中斷班中 維持一定的競爭力 單和Luca的數據 也足以挑戰生涯第一次的例行賽MVP 但接下來你知道的 達拉斯的驚天交易 丟出了丁薇蒂與東諾菲尼斯密斯 迎來了Carrie Irving 當下的我相當不喜歡這筆交易 理由不用多說 我已經放在之前的影片講過了 上了瓦甘達的Podcast 我也不會言的說了 複加賽附近應該是差不多 我覺得 我覺得複加賽的後面兩個 不是第九就第十 我覺得 而結局你也都知道了 比我預測跌入複加賽還要慘 是一路直接摔到可以躺選秀的狀態 而戰機這樣雪崩式的崩盤 是誰的問題呢? 會是Irving的問題嗎? 看看數據 原本最讓人擔心的出席率問題 他老兄只要沒受傷都是乖乖上場 而且在場上的投籃數據是51% 39%與95% 用這樣可怕的投籃三圍 攪出了27分 5籃板 6助攻 外來1.3抄截 尤其是在球隊陷入困境時 單強匹馬的殺進殺出 用個人的得分能力 為達拉斯扛住比賽 我想他能做到的部分 他一點也沒少做到 但是很可惜的 問題就出在跟Luca的配合上 Luca來到NBA後 已經習慣絕對的持球核心打法 只要手上沒有球 就會變成以下的畫面 那問題來了 Irving就不能打無球去配合Luca嗎? 當然可以 而且Irving強大的牽引能力 其實曾經是有逼迫Luca 去融入團隊的輪轉攻擊 但他老兄就是會在拿到球後就停下 重新運球找節奏 讓整個團隊攻擊停滯 那再把話說回來 這是Luca的問題嗎? 看看Irving到來前的比賽畫面 擁有絕對影響力的他 就是要慢下來穩定節奏 然後創造自己與隊友的機會 所以達拉斯在交易後的進攻問題 不在Luca也不在Irving 而是彼此需要更多時間去磨合 因為Luca不再是絕對的紅花 而Luca也不再這麼齊全 接著在更後段的比賽 不知道是Kid的放棄治療 還是這兩個人 都太想用自己的影響力去改變比賽了 結果就會變成 我先看你帶其他三個球員打球 等你打完後 這三個球員再借我用一下的這種感覺 並沒有真的想要去嘗試磨合 而且這兩張王牌的節奏迥異 也讓綠葉們相當困擾 看看這球Luca打擋拆 就是全部的人在外圍站好 等球飛出來就好 但同樣的戰術給Irving來打呢 Irving搜球的一瞬間 他傻眼怎麼都沒人動 而綠葉也嫩了一下 有種原來我現在不是在跟Luca配合的錯覺 集中啟動這樣的大型交易 在進攻端真的是一場艱困的賭局 不過靠著雙心自身的威脅力 在進攻端還不至於要一敗塗地 但在防守端真的就是回天乏術了 交易後達拉斯的防守策略有改變嗎 以本賽季KID的應變能力 怎麼可能做出什麼調整 而當你還是維持一大事小的無限換防陣容時 比賽就會變成以下悲劇的畫面 這球Herry Burton擋拆啟動後 POW先是沉退然後換防 接著Herry Burton不急著硬打 而是把POW拉出來看看這個瞬間 POW拉克對位的是高他兩個頭的Turner 而第一位斜防者是62的Irving 當你的步陣變成這樣時 會有哪些問題呢 中鋒鎖住第一線 第二線忙著做無球換防 干擾者完全沒作用 第一位的斜防者身材太過吃虧 讓Herry Burton可以輕鬆拿分 再來這球也是一樣 Turner跟Herry Burton打了個無球掩護 達拉斯輕易使用換防後 又是中鋒對到靈活的後衛 而Irving則是對位到高他三個頭的Turner 接著Herry Burton又是輕鬆的一步突破後 輕鬆挑戰輪轉到斜防位置的Irving 相較於交易前 場上五個人的身高、厚度 與靈活性相近的陣容 交易後的達拉斯 必定有1-2個較為矮小的後衛在場上 而KID還是打全面換防 與高位包夾 就是會讓後衛一直被打點 像是對到黃蜂的這場比賽 對方已經沒有幾隻主攻手了 卻還是輕易使用換防 讓Irving去對到Hayward 這就是用錯誤的戰術選擇 去放大自家球員的缺陷 這樣的防守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Luca 交易後的防守陣容 完全沒有本錢讓你偷懶 只要你做了錯誤的防守選擇 球隊就會漏洞擺出 連續兩球都一樣 身為Rawman的你 並沒有去保護游擊區 緩慢的移動 只會讓你成為海豹的背景 而且這個play 甚至連Irving都在指揮你去協防了 這球則是防守選擇錯誤 中風沒下滑 協防的工作 給牆邊執行就好 結果落側邊的Luca 這時候反而積極內縮 導致底角的大空檔完全沒人手 外加他原本就不行的第一線對位 與還原防守 大量的被第一步突破 在交易後的達拉斯陣容 真的沒有什麼本錢可以幫他擦屁股 也讓人突然發現 Luca的防守真的是差到不行 不管是第一線的對位 還是Rawman的血防選擇與意識 Luca都是低於聯盟水平的表現 這也是他必須更加強的部分 或許你會說 籃球是比誰得分比較多的遊戲 但換句話說 也是比誰被得分比較少的遊戲 沒有防守 你就不可能優秀到哪裡去 而防守的問題 除了球員配置改變外 另外要附上責任的不是別人 就是達拉斯教頭 Jason Kidd 當你的食材更換後 卻沒有去調整食譜 如果能讓你變出一道料理 那算好運 正常來說都會變成廚餘 達拉斯的防守就是這樣 用粗的陣容 去打不適合的防守戰術 Peter 並沒有針對陣容 去調整他的防守策略 這也就是達拉斯 交易後 戰機一洩千里的原因 你會看到達拉斯 好不容易靠球星 拿下辛苦的分數 對方卻輕輕鬆鬆就找到機會 一來一往 當你雙心體力下滑 影響力不足時 比賽早已失去懸念 例行賽最後的兩場 選擇躺下增加選秀圈的保護機會 根據Kidd與球員們的言論 他們是想要繼續拚附加賽的機會 但上頭不允許 這沒有誰對誰錯 而是單純的出發點不同 我沒有要再苛責誰的不對 唯一我想幫忙講話的 這只有Kidd的言論問題 看似愚蠢說出 我們被要求故意訴求的言論 導致被罰款 但事實上 他是在維持球員的形象 並維持球員在球迷心中的地位 明確告訴大家 球員們是想出賽 對球迷的支持做出回應 而身為夾心餅乾中的內線 如何處理好兩邊的摩擦 總教練的位置 絕對沒有想像中容易 期待修賽季的達拉斯 能夠好好檢視自己的不足 制服組一定要想辦法續約Irvin 才能有後續的操作 教練團可以好好回看這82場比賽 是出了哪些問題 如何調整改變 或者補強助教部分都是選擇 而球員們呢? Irvin的到來 印證了我曾經說過的一句話 盧卡距離冠軍戒指 還有太多東西要學了 不要再說達拉斯耽誤盧盧卡了 以上我並沒有要質疑盧卡 達拉斯獨行俠也絕對是他的球隊 他同時也是達拉斯最屌的明星球員 但就是因為有期待才會苛責與失落 希望本賽季重重的一拳 能讓這位天之嬌子 有更進一步的大躍進 加油吧達拉斯 好的今天的影片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喜歡我的影片千萬不要忘了 按讚訂閱分享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 如果你還要往後看到這裡 我認真希望下賽季的盧卡丹奇 可以搞清楚對手是誰 對手是坐在敵對板登席上面的球員 而不是含著哨子的三個裁判老師 他不吹你就打到他吹 這樣不是帥多了 期待盧卡真的可以快點長大 不要一直無限挑戰裁判的容忍度了 所以並沒有給他 我們下支影片ficiente 我們下支影片請問答案 感谢观看